为什么你要弄到自己这样辛苦 我说 有些东西你可以放了就放 天主可以让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的 我们都需要耶稣 不要只是看你的不完美 不要只是看你自己 即使我们不完美 耶稣懂得怎么样用我们 很多的东西都能够发生 大家好 我在这边是把耶稣介绍给大家 耶稣说只有一个master 一个老师 一个师父 马尔古福音第六章30到34节 那时候 宗徒们积极到耶稣跟前 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 都报告给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私下到旷野的地方去 休息一会儿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 使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 他们便乘船私下 往旷野的地方去了 人们看见他们走了 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 便从各城徒步 一起往那里奔走 且在他们已先就赶到了 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火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 所以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这个福音是之前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然后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去各城各村 去传播福音 医治病人这样子 然后现在两个两个回来的时候 跟耶稣报告他们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耶稣就叫他们说 回来我们需要一个静的时候 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好好地静下来祈祷 但是那些人全部都还要再听 还要再去经验耶稣 还要再去找耶稣 当耶稣一到时候传道的时候 看到他们一大群人 耶稣说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 这个福音里面有几组人 你是那堆没有牧人的羊群呢 还是你是那几个跟随着耶稣 找一个近的地方休息一下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退行 也是一个时间让我们跟耶稣一起休息 祈祷 然后去反省我们所做的 在过去一年多 在整个疫情开始到今天 我的这个属灵的生命 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 到底走到怎样 耶稣有没有跟我在一起 我有没有跑去那里 现在我到底在哪里 我是这没有牧人的羊呢 还是我还紧跟着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 这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这边也作为一个开始 让我们去思考 或者去反省 我想一下我们到底在哪里 好 所以今天这个退行是大家在这疫情的当中 这个教会团体 这个属灵的生命 这个团体生活里面 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重新的去重组 重整我们的个人生活 民修生活 还有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何有那个辅助一起的 在这样困难的时刻 一起继续的走下去 然后要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恩典 然后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两个方面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给我们看到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 现在我在哪里 然后这个疫情对我的打击是什么 然后我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一个情形 一个生活环境 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带领大家去看 如何靠着天主的恩宠 然后继续的走下去 不只是给我个人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认我们是基督的奥体 在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如何去彰显出天主的荣耀 然后如何的去彼此的相爱 需要扶持在这个特别的情况当中 我们更需要彼此的扶持 然后走出那个自我的状况里面 去见证耶稣 见证天主的爱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 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 可能在外国的朋友就没有看过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是昨天的 有时候上有时候下好像追那个股票这样 昨天就12000 前天就是3000最高的 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处的状况 给大家知道一下那个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去年从开始 就是MCO就是疫情开始到年尾一年的时间才累积了100000 就是10万中 但是最近我们在短短的14天和17天 每14天每17天我们就有100万 不是100千中就是10万中 所以你看比起以前是很坏很严重性 去年我们用一整年的时间才有500个死亡病率 但是最近呢每6天7天就有500中死亡病率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他可能会更糟 李显龙 为什么要讲李显龙 因为新加坡讲的东西比较可以听啦 你懂吗 最近我们有个部长讲那个Spanish fly 有听到吗 笑死人 怎么样可以听 身为一个卫生部长 他却不明白是Spanish flu 他讲Spanish fly 很大的分别 所以很糟糕 所以李显龙讲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他告诉我们说 他告诉不是告诉我们 告诉新加坡人 笑 他告诉新加坡的公民说 你们不要想着要回去好像以前这样 我们必须要能够准备 就是我们不会跟以前一样 我们必须要准备自己去面对这个事实 然后去真正的去Attack 去适应这个新环境 必须要与那个病毒共存 这是他说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还一直在想说 我们要好像以前这样 所以我们就很难去用更正确的一个心态 去面对现在所发生的东西 当我们能够接受事实 然后我们正视真实状况 正视你的人生 正视你的自己的信仰 你所相信的 而不是在幻想一些奇迹发生 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现在我们的情形 很多时候就好像所有的人就好像都在那个大海里面 大概水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水里面很不习惯的嘛 我们不是生活在水里面 我们生活在土地的 然后现在就好像把我们抛在水里面 有些人不懂水性的 他们就很慌张 根本就是很恐惧 很不能够适应 然后有些人是比较守水性的 但是整个情况之下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在水里面 我们被困在水里面 整个情况 整个疫情的感觉就是这样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水里面挣扎 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 你懂吗 我们在水的时候 如果我们越挣扎 我们会怎样成的越快 反而我们会伤害皮脂 你有遇过在游泳的时候 身边一个不懂游泳的 突然间好像趴到他在水里面 好像很慌张 把你拉这个抓那个抓 是很危险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疫情当中 我是怎样 我在慌张吗 我能够放松吗 我自己 这个水到底对我影响有多大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如何去适应 这样的一个新环境 我是讲疫情 当我们越挣扎越久的时候 我们会越累 然后我们就无法的 在这个水上面适应 这个新的环境 我们必须要能够放松 像我们在水里面 我们越能够放松 那个水就能够给我们浮起来 我明白现在我们的确面对很多 比如说经济上很多东西 比如说做老板的 做老板的都很头痛 现在有一些都撑不下去 还有一些人生意失败 然后就欠了很多债 然后我们也听到很多 那个自杀的新闻越来越多 这一切一切啊 都有很多的问题的压力 然后造死了 所以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放松吗 还是我们非常压力 非常的不能够平静 没有那个平安 所以今天我不是教大家 怎样去赚钱 解决你的问题 我不是做生意的现在 我是给你们领袖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应该如何能够 在我们生命里面 给我们这一份平安 让我们能够不受这个疫情的 所给我们的这些恐惧 害怕 而影响到我们 没有一个平静 一个平安的 一个心去生活 外在影响的因素 是少过我们内在情绪的波动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有一个平安的心 我们的生活 其实所面对的 是更加严重的 外面的影响只是少数 但是里面是影响最多的 等一下我会讲下去 你们大家就明白了 保禄说 在隔前第三章那边 他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神的人 只能当作属血肉的人 当作在基督内的婴孩 我给你们喝的是奶 并非饭食 因为那时你们还不能吃 就是如今你们还是不能 因为你们还是属血肉的人 好 这里有讲到两个不同的东西 这保禄写给格林多的教会 他们是一个很新的教会 他们刚刚信主 然后他们对信仰 对灵修还不是很深 所以保禄就说 有一个就是属神的人 这个属神的人 还有就是属血肉的人 这两个什么分别呢 属血肉的人就是那些 在生活上 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 很多情况的时候 我们是用我们人的 用血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 属神的人呢 是当我们在生活上遇到挑战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用神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 这两个 这边保禄说 我只能当你们做婴孩 因为婴孩只可以喝奶 并不能吃饭 因为消化不良 但是我相信我们这边 我们都不是婴孩 我们在信仰上应该不是婴孩 我们是属神的 我也希望大家是属神的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属神的东西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岳伯 你们明白岳伯是谁 岳伯就是一个他遭遇非常痛苦 非常惨的遭遇 但是他依然相信天主 没有放弃他对天主的信任和他的信仰 岳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岳伯传的第一章开始 从前在无知地方 有一个人名叫岳伯 为人十全十美 身性正直 敬畏天主 远离邪恶 他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家处有很多 他十全十美 身性正直 十全十美的是一个好人 他没有犯罪 没有什么都没有 家处有七千之羊 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母女 且有很多仆人 一个很有钱的人 就是有很多东西 此人是当时东方人民中最伟大的人物 他的每个儿子 暗自轮流在家中设宴 且派人邀请他的三个姐妹来一同宴饮 即至宴饮的日子轮流一周 岳伯总是派人召集他们来圣洁他们 清早起来 照子女的树木献上全饭计说 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 心中诅咒了天主 岳伯常常如此行事 你看到吗 他的儿子可以每天都开派对 每天开派对不同的儿子 一天一天轮 七个儿子七天派对 但是岳伯每一个礼拜就会陷那个全饭计赎罪 怕他的儿子做错事 得罪天主 是不是很像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做父母的 有时我们一直为儿女念经 确保他们没有事情 怕他们犯错 叫天主保佑他们出入平安 这样子的 做父母的都很照顾自己的儿女 岳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非常正直 又有钱 很多祝福 天主祝福他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什么东西发生 有一天天主的种子都来 持立在上主面前 撒旦也夹在他们当中 上主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上主说 我走遍了世界 周游了各地回来 撒旦到处都跑啊 他去盯着我们 哪一个可以攻击他就攻击 上主对撒旦说 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仆人 岳伯没有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十全十美 深信正直 敬畏天主 远地邪恶的人 撒旦回答上主说 岳伯那里是无缘无故敬畏天主的呢 你不是世面保护他 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一切吗 并且凡是他亲手做的 你都祝福了 你使他的神君在地上 凡之争多 但是你若伸手打击他 所有的一切 他必定当面诅咒你 你看 魔鬼要攻击我们 魔鬼要攻击这个岳伯 但是天主对他的看法是怎样 天主认为岳伯是十全十美的 他是敬畏天主的 但是魔鬼就是每次要这样做来攻击 然后呢 上主对撒旦说 看他所有的一切都随你处理 只是不要伸手加害他的身体 天主对岳伯是有信心的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好的东西 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 有人死或什么东西 我们会问天主 天主你到底是做什么 是不是我犯罪还是谁犯罪 还是我做错了什么东西 会遭遇到这样的东西 我跟你们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世界在发生做的东西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世界 就是岳伯 岳伯有很多牛啊 很多这些 这个是世界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是灵界的东西 世界跟灵界 灵界那边做什么 灵界那边 天主跟那个撒旦的对话 世界所发生东西跟灵界东西 是有一个联系的 是有因有果的 是有那个原因在那边的 我们世界所发生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 以为这样子的东西发生 但是在灵界里面 却不是那一回事 为什么岳伯后来会受苦 我们这边看下去 撒旦最离开 天主走了 有一天 他的儿子同他的女儿 正在长兄家里 换烟饮酒的时候 有个带性的人 跑来向岳伯说 牛正在耕田 无旅在一旁吃草的时候 色巴人突然闯来 将牲口抢了去 用刀将他的那些 仆人杀了 只有我一个逃脱 来向你报告 这些人还在报告时 另一人跑来说 天主的我流天降下 将羊群和仆人都烧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向你报告 这人还在报告时 另有一个人跑来说 加瑟丁人把他的那些 骆驼群 全部都抢走了 用刀也把他的仆人杀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向你报告 全部一下子没有了 Banggab 当天主跟那个魔鬼说 你去打击他 没关系 因为我对岳伯有信心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这故事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 我们自己在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些不如意的东西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看的 我们是看天主对我们有信心呢 还是我们看天主在惩罚我 还是天主在玩弄我 有些人讲天意弄人 天主没有跟我们开玩笑 天主所做的都是 因为他相信我们 以前当我在目道的时候 有一个阿姑跟我说 他说 如果天主越爱你 你会越受苦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我们生命中 不是每个人可以受苦的 那些在心得上 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天主才给我们这个考验 如果当我们遇到 生命中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天主是对我们 特别有信心 后来他的儿子都死了 但是他很经典的一句话 他说 我侧生脱离母胎 也要侧生归去 上主吃的上主收回 愿上主的名受到赞美 就这一切事而论 岳伯并没有犯罪 他没有说抱怨天主的话 我们要懂最后岳伯的整个结局 后来他有三个朋友来找他 然后讲了很多的废话 你懂吗 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 发生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身边的人 也会讲很多的话的 但是有时候 你已经面对这样多困难 如果生意失败 破产了 什么东西 旁边的人还在讲很多东西 你会觉得很烦 岳伯也是有他三个朋友 后来来讲很多东西 讲很多废话 你一定是做错很多事了 然后天主惩罚你 然后不是你做错事 一定是你的孩子做错事了 什么东西 岳伯他知道他自己 没有做过任何东西 他没有做错事 他也没有犯过罪 但是他面对这一切东西 他还是心里相信天主 他说什么 到最后 连他的妻子也讲他 不是朋友不了 连他的妻子也说 你还保持你的完善吗 你倒不如诅咒天主死了 算吧 有时候这些念头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 我们自己决绝不到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这样去埋怨天主吗 岳伯后来是怎样的 岳伯向他说 你说话真像一个糊涂女人 难道我们只由天主那里接受恩惠 而不接受哉过吗 就这一切是岳伯没有犯誓言的过错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埋怨抱怨天主 特别是现在比如说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抱怨天主 我们家庭也面对很多东西 就是疫情的关系 很多时候以前有很多时间 夫妻可以不用见面这样多 可以逃避一些很多问题 像现在白天也对着 晚上也对着 24小时都要对着 孩子也是在那边 你要面对着孩子 孩子也要面对着你 以前不用你看着父母 现在全部都要在一起 这些这样的东西 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抱怨 岳伯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 他没有放弃他对天主的信心 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还是相信天主 结果天主给他的赏报是加倍的 他的所有的财产后来得到祝福 天主要他在魔鬼面前得胜 天主有时候让我们经验这些苦难 是因为他对我们的信心 他知道我们能够战胜魔鬼 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能够在魔鬼面前得胜的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相信天主的 我们都要得胜 这个是天主给我们的能力 他给我们的信心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也要得胜 另外一个故事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若瑟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创世纪37章到15章 这若瑟的故事你们也是明白 也是听过 他就是雅各伯的儿子 雅各伯有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12个支牌 若瑟他就是整天做梦的 有一次他梦见 11个儿子所砍的那个稻草都向他的那个稻草鞠躬 结果他就被他的兄弟们憎恨 然后杀害他丢他在井下面 然后再把他卖到去埃及 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是天主却让这不好东西变成好的 到最后雅各伯全家因为饥荒 需要去到埃及求救 因为埃及他们有存粮 然后就救了整个以色列家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 这是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 弱势的故事 天主可以让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 只是我们看不到 现在我们所处于的在这个水里面 我们看不到 很多时候很容易埋怨 再给你们一个例子 就是圣母 这边两张图 圣母在领报的时候 圣母生下了耶稣的时候 她有很多的疑问 她也不知道这样子的东西 发生在她身上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是圣母的态度是怎样 她怎样 她相信 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好东西 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问为什么 那个why why God 有人说这个why 就是为什么这个字 是来自罗鬼的 我们来看看圣母 圣母她的经验里面 她的人生里面 她没有问为什么的 圣母在她的生命里面 她没有问为什么 她只是每次圣经那边写着 她把这一切都存留在 她的心中反复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对于我们的人生 对于我们每一个阶段 我们所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得到答案的时候 我们就要存留在心中 反复的思考 这就是信德 所谓信德就是我们相信 一样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 我们还找不到答案的 那就是信德 如果你找到答案的东西 那就不是信德 那就是你知道 已经知道了 你不需要信 明白吗 很多东西我们今天 我们还不知道的 那个为什么 但是我们不问为什么 因为天主会让我们知道 在适当的时候 那个答案就会出来 所以圣母 就算她的儿子死在她的怀中 在十字架 把她拿下来的时候 她也没有问为什么 她也没有埋怨天主 这就是圣母 所以我们讲 圣母就是最典范的 最完美的门徒 不是那十二个门徒 而是圣母 圣母就是最完美的门徒 如何的去追随 在信仰 如何去完全的相信天主 跟随天主的旨意 我们现在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必须要 比如说刚才我给你们 大家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月婆 一个是若瑟 一个是圣母 他们三个都有 这三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就是认识 我们必须要认识天主 这里所讲的认识 不是这里的认识 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 都是比如说 亚当认识二娃 当他认识了过后 他们就生了儿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这认识是什么样的程度的认识吗 就是一个很亲密的 一个结合 一个共融的认识 我们必须要认识天主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真正那种认识 跟天主结合的认识 我们可以来朝拜天主 来教堂祈祷几十年 但是我们不认识天主的哦 我这边讲的认识是什么 是那个关系 这个天主是谁 在我生命里面他是谁 我认识他吗 真的认识他吗 而不是说 哦 我知道天主世界 哦 我知道天主是 全部都是知道而已 那个是知道不是认识 所以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 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 你认识你的老婆 你的老婆认识你 我们的父母认识我们 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讲出来 我们的父母都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 都知道我们要什么 这个认识 我们要认识天主 所以这三个人物 岳伯若瑟 他们都认识天主 一种很深的认识 相信 然后他们谦卑 不管遇到怎样的问题 他们很谦卑谦逊 他们知道 这个谦卑是什么 谦卑就是 知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不知道 这就是谦卑 我知道你知道 那个你是天主啊 我知道你知道 然后我知道你是主宰这 所有一切的 在你的掌控里面的 天主你是掌控这一切的 不是我 这个谦卑不容易做 这个谦卑很难的 在这个谦卑上要成长 是需要很多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谦卑 所以在面对问题 生活上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要挣扎 我还是要掌控 我还是要控制 比如说啦 今天如果我的生意 我的东西撑不下去 我应该要怎样 最近不是说有举摆棋的吗 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 摆不下去 但是他们也没有跟 亲戚朋友或者跟教会 说他们的问题 他们面对这种困难 有很多 我们这里也是有很多人 是这样 因为我们还不能够 谦卑接受 我们很拍摄 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能够 接受真正的事实 然后谦卑的去寻找出路 有时候我们生意 不能够撑下去 我们就放啊 留的青山寨 哪怕五彩烧 当我们死撑下去的时候 我们问题越就越大 当我们越要用自己的方式 去settle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更多的压力 更多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个教友来找我 他说他不懂要换工 还是不要换工 因为他很头痛 他不是说没有钱的 他的工资也是不会少的嘛 工资都是做那种engineer那些 所以他要换取一份工 比较多薪水的 当他换工的时候 他又怕不懂怎样 因为他要换工的目的是为什么 因为他讲他有两件物质要工 然后又有这个又有那个 他有很多的这些批评 弄到他 他必须要越早越多 我就给他那个建议说 我说 为什么你要弄到自己这样幸福 我说 有些东西你可以放的就放 很多时候我们要建立 我们的那个越多越好 但是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我们追求天主的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 然后这些东西反而弄到你的生命 然后卡在那边是很幸福的 另外一个就是信靠 我们必须要信靠 这三个圣母他们全部都是有信靠的 我们不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有信靠天主 我们自己可以放我们自己回答的 我有没有信靠天主 你信靠 你有这个信靠 你就不会害怕 面对怎样的环境 面对怎样的处境 你都不会害怕 我接下来就是要跟你们讲这三个 信 忘 爱 我们都很熟悉这三个东西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是可以带给我们生命 一个无穷无尽的释放自由 信是什么 信就是完全的相信 那个信可以让我们带来希望 就是忘 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 所以他们对明天就没有希望了 相信很重要的 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必须要相信 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一样的 有信仰的人就有希望 有希望的人就有明天 就有爱 就能够去爱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做那些food bank 在这样疫情困难的时候 还能够给 还能够去服务 还能够去私娱 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信望爱 不然的话不能的 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有希望 然后我们能够去爱 这三个东西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 以天主为根基 天主就是爱 我们可以看到相信 如果你没有相信 没有信仰的话 它的相反就是恐惧 fear fake跟fear 两个都是f 你有信德 你就不会害怕 所以耶稣每次他说 不要害怕 小心得的人 你看到吗 你害怕 你就小心得 你有信德 你就不害怕 就是这样简单 你一信 你就不恐惧 今天我们很多恐惧害怕 看到这个疫情 每天的那个数目 这样高 有一种恐惧跟害怕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一恐惧 你就会绝望 你没有希望 你看不到明天 你一绝望 你就走不下去 你只有仇恨 愤怒 最近不是MCO这样久吗 很多人就很愤怒 当然 种种原因啦 但是有很多人的愤怒 就是来自这种恐惧 绝望当中 但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看到希望的 我们还看到这世界 是有很多爱还在的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东西 在这充满恐惧害怕的 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给那个光源 可以给那个希望 最近不是巴神医院都爆满 然后管理宾也是爆满 所以基隆坡总教区这边 比如说巴神的教堂 在apply就是offer自己 把教堂的礼堂 把它改型为这个 管理宾中心了 还在做那个手续 要跟卫生局那边申请 还在进行当中 好像在这里 也有很多的阻碍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那边 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抱着那个 实际网 那个狂在那边 就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问题 挑战 生活的挑战 经济的挑战 什么的挑战都有 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 去面对它 刚才我讲到越博的是 灵界有一个东西在发生 我们世界这边 有一个东西在发生 很多时候我们的明白 我们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 我们现在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亲友 中了COVID-19会离开我们 为什么天主会 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 那个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在灵界里面 是有它的原因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 继续的相信 相信天主是好的 天主是善的 他最后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得胜 基督徒要得胜 就是要靠着这个信望爱 这信望爱不能够被遗弃 不能够被丢掉 不管在怎样的情况当中 我们必须要好像圣母 必须要好像弱色 继续的坚持 然后相信 不管情况是多糟糕 我们必须要知道 背后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边 那意义就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不知道 它知道 继续就是 谨守着它给我们的这个承诺 最后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的 我们都需要耶稣 这是一个故事说 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是一个农夫 他每天就是要 从他家下去河那边 跳水 拿回家的 农村的家没有自来水的 然后它有两个瓶 一个是破的 破旧的瓶 就有这些裂缝 然后会漏水的 但他每次 跳水满满的水 回到家只剩下一半 另外一个是新的 这个旧的呢 是他爸爸留给他的 所以是很宝贵的 很有纪念价值 他不舍得丢的 所以他每次 跳这个水回来的时候 都会漏到一半 但是还是用它 然后有一天 这个瓶子就跟这个主人说 这个瓶子会说话的 就跟主人说 为什么你还用我 即使我这样破烂 这边漏洞 那边漏洞 让你这样辛苦 百费你的工作 那个主人说 你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你是我的宝贝 你不要只是 一直看你的破口 你不要一直看你的不完美 等一下我们再去 跳水 你去看看这个世界 去享受一下这大自然 看你可以发现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就去了 再回来 结果回到来的时候 这个破瓶 它里面的水 也是还是剩下一半 然后他就跟他主人说 我没有看到什么 我只看到我的破洞 我的破口 我的不完美 那主人说 难道你在回来的途中 你没有看到 这个路旁的花花草草吗 我开始用你的手 我就知道你是不完美的 我知道你是会漏水 破洞的 我就在一路回来的地方 都种了很多的蔬果 我用你每次不完美中 漏出来的水 去灌溉了一路回来的这些蔬果 不要只是看你的不完美 不要只是看你自己 看你的周围 看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天父的宝贝 留给了耶稣 耶稣懂得怎么样用我们 即使我们不完美 即使我们有破洞 即使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完美的 但是耶稣懂得如何的去用我们 在我们的不完美 能够使很多的东西都能够发生 变成好的 今天我们的不完美 今天我们面对很多问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只要信 只要信 耶稣懂得如何的用我们 耶稣懂得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带领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信靠耶稣 信靠天主 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 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掀机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 好消息继续传出去 让更多人认识耶稣 让更多人能够找到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